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35集 一个也不能少 林婉容听得心花怒放 搂住他郊区 在他背上轻轻抚摸 二小姐说得太好了 我一定鉴定不渝地贯彻你的指示 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让你和大小姐过得开心快活 玉霜恩了一身 娇声羞道 嗯 便宜都让你占完了 你可莫要辜负了我和姐姐 若是不然 我就死给你看 哪能啊 我是那样的人嘛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身 四处打亮一眼 神秘兮兮兮道 其实夫人还对我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 不过我一个人无法办到 需要你和大小姐配合 二小姐被勾起了兴趣 紧张道 娘亲提了什么要求 难不难办 你这人也不一次性把话说完 叫我担心 林三在他耳边轻言了几句 玉霜听得面红耳赤 轻呸一口捂住了发烧的脸颊 呸 羞死个人了 娘亲怎能提到这里了 要生 你与姐姐胜去 我才难得管你 这小丫头脸到嫩 林婉容投笑不已 却叹了口气 哎 玉霜 我这是心疼你才对你说 你想想 只要你先生下了宝宝 为我林家添了血脉 在我们家里 还有谁敢欺负你呀 还不得 各顶各地宠着你爱着你 二小姐思索一阵 身觉有理 腼腆地放下小手羞涩道 你说的可是真话 只是我未做过娘亲 不知如何才能生下宝宝 林三 你要教我 哎 教 当然教了 林三贼笑着 我这里有一本 如何才能生下宝宝的教育读本 还是采抄版的 姿势丰富 火灵火现 今天晚上 我们就一起研究一番吧 二小姐哪知她的险恶用心呀 以为在她怀里柔声道 都随你了 林三 你不要搬出去了 从前的那般日子 多么快活 听你说些笑话 讲故事 我心里高兴 现在一日看不见你 我心里就不安稳 这里是我的家 但也是你的家 你可不能气了我吗 二小姐温言软语 说得甚是动听 林婉容也是一阵的异动 皇帝赐的大宅子 有清玄宁儿和乔乔 一家人在一起 那感觉是温馨和悦 而在宵家 有夫人和大小姐顶着 万事都不用操心 过得是清平快活 无忧无虑 两种滋味都不错 到底是喜欢哪种感觉多一点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见她久久不说话 二小姐嘟着小嘴 哼了一声 满面委屈 我知道 你舍不得你在外面 养的那几个小的 他们有什么好的 难道我和姐姐加起来 还比不上外面 养的那几个小狐狸 我大大小小老婆 好几个论年纪 论学问论照碑 谁是小的 还真说不准呢 林婉容敢笑道 二小姐说在哪里话 什么大的小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就算是小的 我也能把她摸成大的 再说了 那几位姐姐 你也应该听过的呀 金灵府的洛小姐 你见过吧 她可是有名的才女 不过等你过了门 你就会发现 她另外的一面 还有瞧瞧 你也知道吧 性格温柔和善 与人无争 夫人和大小姐 都很喜欢她的 还有一位 就是清玄了 她美丽贤淑 天下少有 当初我和大小姐 被白莲教锁鲁 就是她在当图山上 救下了我们 我敢打赌 你见她一面 就会喜欢上她的 二小姐 恼羞的哼了一声 小嘴儿 觉得老高 你这03的名字 还真没叫错 连小的都要养三个 我不管 你今天向娘亲提了亲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哪有放着家不住 跑到外面鬼棍的道里 你那房间 我与你收拾好了 那几个小狐狸 要是为难你 你叫他们来找我 这名将军 我已备好了 就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萧二小姐的威力 哼 萧玉双面罩 严双神情绝强 一袭淡绿豆和衫子 衬托她新发育的身体 美妙玲珑 傻是可爱 好吧 住下就住下 林婉容大方笑着挥挥手 心里却在盘算 住在萧家什么都好 就是缺个暖床的 这后院都是女眷 大小姐不在 二小姐还是花孤独 受不得我人间大炮的摧残 萧夫人又帮不上忙 看来唯有辛苦一下宁儿了 不过有这种特殊的环境刺激 没准这小狐狸精欢喜还来不及呢 二小姐虽长大了不少 终还是小女孩新性 见林三答应回来 心里的欢喜无以言表 拉着环儿忙前忙后 为她准备新备新衣 又将林三两日喂住的狗窝 细细打扫一番 神情甚是专注 两天没有回来 大小姐不在家 夫人又病倒了 小家积累的事情还真是不少 苏州的陶家因备受打击 日渐的没落下去 那不匹的生意 萧家重新占牢头 又吞并了陶家不少的店铺 顺势扩张 声势竟比鼎盛之时还要强上许多 全国的布装都要看萧家的脸色形势 也难怪成王作假的画布 也要从萧家购得呢 香水香灶早已在金陵和京城风靡开来 此两处乃是大华极盛之地 领导全国的风筹 萧家掀起的这一股狂风正在向各省蔓延 萧家的香水香灶垄断了各地腌制水粉市场的五成以上 若是能够将价格降下来 占到八成也不是没有可能 金陵福伯也传来好消息 新培植的花园生长旺盛 花瓣的供应量有了保证 将极大的缓解香水香灶供不应求的局面 凭借新生的香水事业 再加上重新夺回的布匹生意 萧家赚得盆满钵满 惹各行各业的同行们眼红 与人斗都没落败过 做生意的事情对林婉容来说实在是再简单不顾 何况这本就是他的老本孩 他两世为人月人三千 跑妞打仗杀人耍奸讹诈 该干的不该干的一样也没落下 凭他的经历 还有什么事情能将他难倒呢 将各地和金灵报上来的消息看了一遍 该批的批该赏的赏 处理的精卫分明 井井有条 连大小姐也急不上他 小丫头环儿看得惊喜万分 这才是三哥的本事 他一干回老本行 我下家就有福了 二小姐 环儿向您道喜了 二小姐嘟嘴道 你说小丫头 方才还不问青红皂白 将他骂得狗血淋头 幸亏是他脾性好 说是换了我 早就叫你的小屁股打烂了 环儿吐了吐舌头 三哥没回来的时候 埋怨最多的可不就是二小姐你吗 怎的被三哥说了两句好话 转变得如此之快呢 环儿嘻嘻笑道 是 是我错怪三哥了 我也是为两位小姐好啊 二小姐 我什么时候为您准备洗布红袍啊 三哥可是个急性子 我怕他等不及啊 萧玉双小脸通红的轻呸一口 呸 死丫头 我瞧是你新家了才是 方才骂他那会儿 倒像他辜负的是你 说你等不及 你便先给他暖床去 这通房的丫头 少不了你的语录 主婆二人相互取笑一阵 却也多的是欢喜 见林三操劳 二小姐心疼 亲自端茶倒水 伺候周到 正在给三哥打下手的四得 看得一阵的艳心 家丁主是小姐端茶 这等好事 何时临到我的身上啊 因大小姐被皇上请去做客 夫人病倒 三哥又玩失踪 萧家无人主事 迫于无奈 二小姐才被临时请了回来 萧玉霜在学院里待得日久 成熟懂事了不少 听说了家里的变故 心中悲痛难当 却是坚强挺了过来 这几日应付也颇为得体 林婉荣建的柜台上放着的小算盘 想起玉霜的誓言笑着点头 二小姐 你在学院许久 这算计之法学得怎么样了 玉霜将那算盘珠子播得哗啦哗啦作响 五妹称道 还有你问 除了那程大卫 就是我学得最好了 徐神神都夸我聪明灵灵呢 你瞧 三下五除二 四下五去一 二小姐脸带笑容 手指灵动 演练起来甚是熟练 还真是一个会计师的好人选 想起那个叫做成大卫的少年林婉荣微笑点头 计算之法乃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将珠蒜口诀传于这个少年 由他发扬光大 也算我为大华做的一点贡献吧 二小姐想起一事 呼地停止了拨动算盘珠子 林三 我来问你 那玉德仙房 真的是会在你手中的吗 连二小姐都问起这事了 那圣房的威力果然是非同凡响 林婉荣点点头 算是吧 其实准确点说 应该是毁在他们自己手中了 二小姐 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萧玉双无奈白 她一眼脸上满是温情 你这人呢 真是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学院里为了这事闹翻天了 大家分为两派 攻坚你的 维护你的 吵得都要打起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还有这事 二二小姐你快说说 他们拥护什么 又反对什么 林婉荣一听就来了兴致 京华学院可是大华的太学 里面的都是大华精英中的精英 能让他们吵得不可开交 这可真是大大的一件快事 见她得意的样子 欲双撑道 你还乐得起来 那日一听这事 我都快愁死了 只听那名字我便知是你 天底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如此大胆的领三来 你炮打了那圣房 学院中的先生与同窗 但是分作了两派 一派骂你胆大妄为 竟敢侮辱天下读书人心中的圣地 还说要联名向皇上奏请 定你的大罪 这些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教的是国论史学 诗词文章 声明满天下 林婉荣不以为然地笑笑 那另一派呢 另一派吗 则是我们这些 学习奇音巧技的学子郎 学习算术礼法等 学习农事冶炼的 还有学习冰法军论的 我们学习的这些东西 都是尚无得台面的 与别人学习的诗词史话 琴琴书画格格不入 在学堂中也没有什么地位 听说你炮打了圣房 还要将圣房改成学堂 专门教授奇音巧技 天下杂论 并设置大奖 奖励天下巧手 巧思之士 大家群情振奋 喜不自禁 自发结成一派拥护你 与另一派 吵得打了起来 不过 他们打不够我们 我们那人精通机关算学 各个心灵手巧 他们便只会与我们讲道理 隐经据点 长篇红论 听得人耳朵生茧子 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凭什么大家都是大华人 他们便可以告我们一成 林婉容哈哈大笑 果然不愧是受我调教的 二小姐一语种地 这大华是大华人的天下 不是玉德仙房的天下 所谓圣房 只是那些宏如氏族的代表 在京华学院中 学习所谓的奇音巧技的学子 除少部分是因为兴趣爱好之外 大部分都是贫苦出身 对所谓的圣房不感冒 也很正常 歇息了一会儿 听二小姐应声艳语 说些学堂里的趣事 倒也轻松自在 也不知想起了什么 二小姐神色呼的一紧 紧紧拉住她的大手 林三 你方才与四德说 你要上前线抗击胡刃 是真是假 林婉容叹了口气 神色无比正经的 唉 二小姐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 他有些小聪明 还有些小运气 办了不少的事情 大家都看好他 希望他能为国出力 但是他自知 论起真本事 他还差得太远 若是贸然领命 极有可能误了国事 你若是他 你会怎么办呀 玉霜沉吟一阵 摇头道 军国大事 我也不清楚 但即使人人夸赞 又办了不少的好事 若说只是小聪明 没有大智慧 这绝不可能 他能忧心阴己误国 便不是糊涂之人 由此鞭策 何来误国 我瞧着他 倒是相当聪明 可堪大任 林婉容听得 眉开眼笑 这小丫头 不是故意在赞我吧 那我上前线 你要不要我去呢 二小姐目中 韵泪依偎在她怀里 紧紧抱住她身子 我当然不希望你去 上前线打仗 刀枪无眼 若是伤了你一分半好 我也坚决不活了 她年纪虽小 感情却是真挚 林婉容听得感动 正要说话 欲双鲜鲜欲止 附在她唇上 泪珠闪动 可好男儿志在四方 若是你一定要去 我也不拦你 我与姐姐永远等着你 君生我生 君王我亡 林婉容心中的感动 无以言表 抱着她好声宽慰一番 小丫头心里藏不住事 听她说了些笑话 便忧愁进去 满心欢喜地伺候她办公 时不时给她一个甜甜的笑容 叫林三疲劳尽销 动力十足 将萧家的一堆大事小事处理完毕 抬头望天 竟已是入目时分 甩了甩酸痛的手腕 林婉容摇头感叹 大小姐还真不容易 一个人要处理这么一摊子事 一干就这么多年 也不知她是怎么挺过来的 清玄今夜肯定是塑在宫里了 他们妇女有许多事情要谈 派四德去向乔乔和宁儿送了个信 两位夫人各有回职一封 悄悄地自己娟秀整洁 五十皇上宣旨 派了高求率领宫中侍卫守护家门 大哥好好照顾两位小姐和夫人 不要担心我们 高求来了 林婉容一喜 这可是熟人呀 有她在我就放心了 也不知是清玄安排的 还是皇帝故意对我示好 洛小姐的回职则简单得多 洁白的信签上一字没有 唯有一个淡红的吻记扎人眼球 却是晌午时分方才见过的萧夫人 相比晌午时分 她衣衫穿得正经了许多 一袭淡粉的长裙 映得她脸色雍容素雅 身段欲显得挺拔丰满 燃着火折子 将那油灯点燃 悠悠的灯火中 映得她脸如桃花 风韵尽显 没看什么 将小狐狸精的书信藏进怀里 林婉容笑着道 夫人大病方愈 正该休息 怎么就起床来了 你也记得我是大病初愈 我瞧你就是猫哭耗子 晌午那般说话气我的 是谁来着 萧夫人无奈望她一眼 倾壳一口 脸上引线红韵 却又有薄怒 夫人在说我吗 林婉容睁大了眼睛无辜道 我做个什么 忙了一下午都晕了头了 不该记得的视角 早已记不得了 萧夫人对她的无赖手段早有领教 闻听此言一点也不惊奇 淡淡笑道 不用你在我面前表公 你在我家里当差 这些本就是你分内之事 更何况 你还骗走了我两个女儿 还要怎样 难不成小当菩萨一样供着你 夫人好像和我有仇啊 这次回来 她的冷言冷语就多了些 不过也是 我一下偷了人家的两个女儿 割掉了她心头的肉肉 伤心自然是难免的 哎呀 夫人 这是什么呀 瞧见夫人手里端着的一个瓷钟 隐隐有香味飘来 林婉容惊奇万道 夫人微微叹了口气 没有什么 一中血烟而已 想了女儿这么大 那丫头胳膊肘 竟然往外拐了 炖好了血烟 那丫头又要亲手去给你置办平日里的用具 竟让我给你送吃食来 你说 我脑是不脑 脑 当然该脑 林婉容哈哈笑着接过小钟 品尝一口 淡淡的香甜 沁入喉咙 叫人心醉 不过呢 怎么说 我也不是外人 好东西放在家里 没人用 浪费了也是浪费 倒不如 便宜了我 正所谓 肥水不流外人甜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甜 你倒是脸皮厚 夫人轻笑 捡起桌上的几份 各地送来的信签 看了一看 只见上面被人随手画了几道圈圈 却是处处关键 那批肤也简洁有力 月 送夫人 你都批过了 难道还要我再再扫一遍 夫人摇头笑道 越往下翻 就越是惊奇 林三 你这些生意手段 是从何处学来的 这个叫做圈点 林婉容大言不惭 我同意的 才会给夫人处置 其他的一律打回 至于做生意的手段 天生的 夫人却是没空理他 细细翻着桌上的文书 那些林三同意的文书 就不用说了 其他是那些被他驳回的 他往往直言片语 便指出一条心路 匪夷所思 却又有仪式的可能 当真叫人眼界大开 惊叹不已 夫人神情专注 姿态优美 郁嫩的脸颊通透如水晶 眉头时而拧紧 时而松开 脸色或忧或笑 万种风情自在其中 见他不说话 林婉容也乐得清静 品尝着血液 心里却在想着 什么时候把大肠金送的那羊身 切一块放进燕窝里 看看效果如何 夫人和尚信钱 笑着轻叹 有些时候 我不得不感激 欲双这丫头 除非他有仙剑之名 将你引入我肖家 我便要错失你这样一个大好人才 我肖家 也不会有今天这般 风生水起的模样 虽然 代价大了点 折了我两个女儿 叫他们陷入你的魔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